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繼續分享有關於美國方面的消息 自從大選結束以後 科技巨企 Big Tech似乎一間間面臨被拆骨的命運 上星期有48個州聯合入稟法院 控告Facebook違反反弄斷法 到了這兩天 Google竟然一下子吃了兩記官司 其實這兩宗案件的性質 都是控告Google違反反弄斷法 第一宗的控告是以德州為首的10個州 他們控告Google勾結主要競爭對手Facebook 搞廣告市場的弄斷 第二宗是有38個州聯合入稟法院 控告Google利用自身的壟斷地位 操控搜尋引擎的結果 其實都相當精彩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講第一宗官司 德州牛仔果然夠威猛 帶著另外幾個紅州 一起控告Google壟斷 其實這宗案件主要是關乎Google的廣告業務 目前Google掌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互聯網廣告市場 由旗下那家叫做Alphabet公司來管理 這家Alphabet公司有八成以上的收入 都是Google所大脅 有大部分的銷售額和盈餘 都是來自Google廣告當中的高利潤業務 即是把文字廣告放在搜尋結果之上 如果大家用電腦或者用手機去搜尋字眼的時候 其實往往就會發現 在那些真正的搜尋結果上 起碼有兩三個這些廣告 這些廣告就裝扮成真正的結果一樣 但是他就有很小的字 灰色的就寫著廣告 如果用英文版就寫著X 他拚你看不到你就按進去 其實那些就是背後有些公司去買那個牌位 比如你說搜尋機票才算 頭三位肯定就是那些網購公司 或者是旅行社的廣告 他就是拚那些用戶 不小心按進去 就會在他那家公司那裡買票 所以下這些廣告其實是很貴的 因為會為那家公司直接帶來收益 Google當然賺了很多錢 在那份訟詞當中就說 正如Google內部文件所說的一樣 Google嘗試去扼殺競爭 並且採取了一系列的排他性策略 包括跟他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Facebook 達成了非法的協議 而德州總檢察長 Kent Paxton 批評 Google一再利用自己壟斷的權力 來對他控制廣告定價 和參與市場交易 並且操縱廣告的拍賣 這是對於公平原則造成了嚴重的侵犯 Google有什麼回應呢 當然又是例牌的否認指控 他們說會在法庭上極力為自己辯護 他們還反駁德州總檢察長Kent Paxton 說他的主張是毫無根據 而且是罔顧事實 去提出控告 究竟 是不是罔顧事實 就讓官去判 這些不關政治的事 夠不夠敢判呢 BIG TAC 我不知道 很難擔保 憲法都不敢開庭 但是 其實按照這位Kent Paxton 所說的 都已經是符合壟斷的表徵了 控制定價 操控這個廣告的拍賣 違反公平原則 現在是等官來發落 以德州為首的這10個州 利用反壟斷法去動Google 其實是相當聰明 因為在舉證上比較容易 而且是合理和可行性是較大的 你說如果控告YouTube如何控制言論等等 因為 現在有個通訊規範法第230條 這把保護傘 所以其實都很難去告到這些 如果要將一家科技巨企拆骨 反壟斷法就是一張很好的王牌 現在這單案正正就是動到Google最賺錢的廣告業務 那就是他們控告Google 無非就是想削弱他們的影響力 所以告什麼就不要緊 最重要是告得入 好了 接著就講講第2單官司 有38個州聯合向法院提出訴訟 控告Google 在網絡搜尋市場上擁有非法壟斷的優勢 窒外競爭 令到消費者和廣告商的利益 同時都是受損 科羅拉多州總檢察長韋澤就批評 Google的反競爭行為 保障了他們在網絡搜尋市場上的壟斷優勢 又將競爭者排除 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 窒外了創新的意念 阻礙新公司加入競爭和擴張 好了這單官司就動到Google的最核心業務 就是搜尋引擎 其實之前一直有很多公司批評過Google的搜尋引擎 是有歧視成份的 比如說TripAdvisor 他們就說 你把我們的排名移動到這麼後 根本上那些用戶都搜不到 人家又怎樣按進去光顧 事實上很多用戶 在做搜尋的時候 都只會看第一二頁的結果 頂龍看到第三頁 根本上就不會按 有沒有辦法把牌位提前一點 比如說放在第一版 當然有 付錢就可以了 正正就是下廣告 所以 其實Google以前就不是有那麼多這些廣告 甚至乎根本上就沒有其他周邊業務 如果大家的網領是夠久的話 以前Google純粹是一個搜尋引擎 為什麼後來發展到那麼多人用呢 就是因為它夠簡潔 而且它搜尋出來的那些結果是到位 其實以前香港最多人用的 搜尋引擎就不是Google 而是Yahoo 當年很多人的搜尋 一搜尋搜尋出來 就是出Yahoo香港的版面 因為什麼都可以看 又有新聞 又有天氣 又有電郵 後來Google才有Gmail 這是很後期的事 零幾年之後才有 當然去到智能手機的年代 Google已經是紅霸了網絡 到底當年Google 是靠什麼來吸引用戶 轉投他們的服務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版面 夠簡潔 夠好用 第二就是他們的搜尋結果 事實上就是夠到位 這個是他們最大的優勢 第三 當年的Google是完全沒有廣告的 就算有都是極少的 以前未有智能手機的年代 全部人上網都要用電腦 當年的廣告是很低b的 一種廣告就是 你一踢進去某個網頁的時候 他就彈一些廣告出來 有個pop up的window 就是彈個 窗口出來 你要關掉 那些是逼你看的 第二種廣告 就是在網頁上 有個橫幅 有個banner 等了在網頁最上的位置 你一踢進去的時候 就被迫看到 那些不會彈出來的 那時候沒有現在那些那麼先進 又說 你說話的時候 他都可以錄得到你的音 你說過什麼 喜歡看哪一齣 你一再上網的時候 他就彈回那些氣氛的網 給你 沒有現在那些那麼先進 又說怎樣搜集 big data 那時候沒有這些東西 就很低b的 但是 當時的Google就是靠這些東西來吸客 當他的基本盤吸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開始發展廣告業務 然後就把那些主要對手 激倒了 那些什麼Yahoo MSN 全部都收皮了 好了 到他 接近壟斷了整個市場的時候 就可以為所欲為 當然這個理論 其實就等同於叫做本多中性 如果你沒有那麼優厚的資本 根本上是做不到的 又比如說YouTube 這樣才算 其實以前YouTube 都是沒有廣告的 純粹是一個叫做串流平台 你按上去有片看 就算說到2009年的時候 YouTube每天都在虧165萬美元 是一個很天文的數字 你一天就虧過千萬港幣 你想想一年是虧多少錢 但是Google 仍然願意堅守下去 那麼守到現在 就終於叫做守得雲開 見月明 現在所賺的大錢 你對比當年虧的根本上就叫做狗牛一無 但是壟斷往往就是靠這樣來形成的 先頭就是很簡潔的 沒有廣告的 而且服務又很優質的 總之是吸引了你來 到你有回不上人的時候 他就開始慢慢淹 永遠就是這樣 而且到他發展到一定地位的時候 他就開始賺到錢 每當出現一個 潛在的競爭對手 對自己出現威脅的時候 他就買了他 即是你這個Facebook一樣 你WhatsApp威脅到我 我就買你WhatsApp 你Instagram威脅到我 我就買你Instagram 就是用這些方法來 消除了競爭 你買到那麼多 你那間的機構已經是這麼龐大 你還說哪有新競爭者加入 就算有 其實也是沒用的 比如說 我又舉個例子 MeV才算 現在大家就是 因為說 Facebook 就在政治上有很多的潛制 所以大家就要遷移去MeV 但問題就是 MeV始終是相對小眾的時候 大家多看兩看 當裏面沒有什麼內容 或者有九成以上 都是政治 但是人始終就需要娛樂 你一要娛樂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就會按回Facebook 你長期來說 你就很難聚得到人 你最多都是做一件事 就是大家商開 又Facebook 又MeV 你很難把Facebook的人全部轉到MeV 尤其是對於那些大戶來說 更難轉 因為他們在Facebook已經經營了很多年 那個專業 有10萬個讚好 甚至乎是過百萬個讚好 你叫他轉移一個新的平台 由零開始 這對於那些人來說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慢慢就建立了一種 叫做慣性 這就是 那些壟斷者 最喜歡見到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